繼續我們今天來到香港 香港選項已經進入第20天了 今天早上5點過 大陪的警察又出動 到王小的選領区去拜託中介物 不過現場控制的民眾並沒有作動 香港的特首梁建英在16號有標示 希望在後禮拜可以跟學年恢復對話 不過公教說 他不會接受學生的特殊公民 提名這個訴求 學年這邊是批評 政府可以有立場 不過學年雖然沒辦法這樣做 他也會批評這款的作法太誇張 這些香港警察拿到盾牌 還有控告裝備在17號早上出動 來到旺角江苗區專門親戚中介物 警察也用剃刀來剃刀 用貼刀做的威拿來幫你現場 還開來這些討論區來親戚路上 連保房也做會聽 還有警察還在後遊 這次的行動不是來親戚 現場的民眾也沒有出局來做動 從14號開始 警方也已經有動作 而且香港特首梁振英的 在大後就表明 希望跟學年可以回合對談 最快的時間又在後禮拜 還要是強調 不會接受 將中學生提出的公民 提名的訴求 而且說 相反要對談 沒有代表 香港特首梁振英 因為說得這麼多 表明幾天的 政黨行動已經影響到市民的生活 所以在必要是客 還是進行親戚 面對港府打算的 在無理中的狀況之下 要來中心對談 後人的批評 江戶實在太過了 喂 政府 你跟人對話的時候 你可以有立場 但對方就不可以有立場 你這個是不是霸道啊 你這個是不是不理性啊 後人表示歡迎政府和學生來對談 不過如果在這段時間 有請求動作 就表示政府沒有心意 但仍然是希望 香港的對談 可以趕緊開始 記者綜合報導